我喜欢他扎丸子头 他喜欢我给他扎丸子吃 今日火食 知识土豆地瓜红薯丸子 先把土豆和上次巴斯地瓜剩下的地红薯煮一下 等地瓜土豆彻底熟了之后 出锅晾凉 制作丸子 各自做自己爱吃的部分 先把土豆压成泥 土豆泥放在手心 放入马苏里拉芝士碎 包成丸子就可以了 丸子上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再裹上鸡蛋液 面包糠 油温在三四成热的时候放入丸子 迅速滚至定型 油温不能太高 要不然芝士都没化 面包糠就已经糊了 炸至诱人的颜色出锅利油 看看拉丝的效果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夏天还是得吃冷面和锅包肉 老板娘为了这一顿自己 停了十度天的许好 今日火时锅包肉配冷面 真是个自律的吃火 200克的鸡肉片 姜葱片 一小勺盐 搅匀备用 飞牛炖流体 土豆淀粉 加水搅拌均匀 比例不重要 静静等待 5分钟后上面的水倒掉 加两圈食用油 飞牛炖流体出现 给肉片上一下姜 五六层油温下锅 定型后捞出来 六七层油温 复炸半分钟备用 煮一下冷面 冲一下冷水 炖一下冷面汤 为啥不自己做呢 看一下我置顶视频就知道了 巨复杂 切一些配菜 装寒 拿着营衣 6月18号晚上6点 金金铺子开业直播 欢迎光临 回到鸽包肉 15毫升两勺一准 两勺白糖 两勺白醋 一小勺盐 汤汁粘稠后 姜葱 胡萝卜丝 猪肉 迅速翻炒均匀 闻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现在成都已经有了夏天的感觉 又到了老板娘酷爱的羊胎BBQ季节了 亲热火时 牛排烧口串 先切一下配菜 菜椒切块 香菇切花刀 洋葱切块 菠萝切块 调个超棒的酱汁 15毫升两勺为准 一勺橄榄油 两勺酱油 一勺红酒醋 一勺蜂蜜 加一点辣酱油 一勺黄芥末酱 重点来了 三勺烨式番茄酱 我们在澳洲的时候就一直用 当时直接是这么大玻璃瓢 百分百的浓醇番茄味 也没有防腐剂 色素增抽剂等添加剂 特别败大 大家就能做这种东西餐 腌一下牛肉 半斤牛排块 四勺酱量 腌一个小时 下一步 我怀疑老板娘吃饭的 就是为了这个 要不要 穿串了 小心手 OK 开始烤串 热锅刷管缆油 烤一下串 哇 好香啊 刷一些酱汁 闻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肉味香浓 好吃不念